朝初期 天子将他的兄弟和功臣们 分封到各地建立诸侯国 诸侯必须定期向天子朝建进攻 天子也靠着诸侯国的势力 维持疆域辽阔的王朝统治 这种制度称为宗法分封制 平王东迁 郑国护驾有功 郑武功成为王室重臣 按宗法制的规矩 武功将军位传给了长子悟生 但母后武将却偏爱小儿子段 于是母子兄弟之间 一场权力与孝依的厮杀开始了 悟生就是郑庄公 史称春秋小霸 中文字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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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会惹他不高兴 父亲 弟弟武艺高强 人有好胜 赢则喜 输则怒 即使打个平手 也会愤愤不平 万一兄弟之间 出了嫌隙 闹出局语 惹得邻国耻笑 于郑国江山不立 再者 乌生也不忍心 你就不怕丢了自己的脸面 兄弟之间又何必计较 弟弟武艺高强 是社稷的弘福 乌生为父亲为邻国 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 好 你下去吧 是 父亲 国君 夫人 这下笔出来了吧 还是立断为好啊 长幼有序 乌生没有过错 我怎么好费长立幼呢 虽说长幼有序 可也得看看他们的本事嘛 本事 本事不光是武枪能罢 乌生虽不及断的武艺 但他胸怀大肚 不想断 争强斗勇 我看还是国君过于偏袒勿生了吧 好了 不要再说了 我决心已定 李勿生为世子 断马 就把贡城赐给他 作为他的实义 贡城 那么个屁大的地方 国君 你 正世子绝乎 应年继位 史称正武功 他因平定犬戎 匡复周氏有功 被周平王奉为周朝清室 辅佐朝政 郑国也因此逐渐强大起来 只是流年似水 人生易老 正武功也终有黄昏之叹了 人生的则 但人生会是 我或者是 有鬼 就以为来 你很警察 你也不说了 你就不说了 你不说了 先出脚 后出头 就是大捏不道 就是捏死 把他扔了 慢 孩子你一生固然是大捏不道 可好歹也是我们的骨肉 难道你看都不看一眼 就舍得把他扔了 你看这孩子的模样 多可爱啊 别抱过来 我不看 好好好 就依你把他扔了 回来 孩子 谁让你生下来就不孝了 爸爸给你起个名叫悟生吧 悟生就是不孝的意思 日后你不管到哪儿 不管是死是活 只要你记住自己的名字 也算你没白来事一趟 他哭了 他哭了 你刚才说了这么多半天 他一声不吭 现在他通过了 来人 在 去 把外边那个去腰的给我轰走 把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全都杀了 包括你 然后谁再提起此事半句 杀无赦 大王 何事如此神色匆忙 大王 大王 郑伯绝呼 已经归天了 啊 韦公死了 郑伯又死了 我周时 两位辅佐朝政的轻士 都死了 怎会是 郑伯的长子 吴声 已经继位了 是新的政国 哦 这个吴声 比他父亲怎么样 看样子 也是个严谨 忠厚的人 嗯 这就好 就让吴声 承喜他父亲 周时轻视的丰厚啊 让他接替他父亲 继续辅佐周氏朝政 遵旨 母亲 母亲有事只管叫人传话 勿生前去便是 你现在是一国之君了 又继承了你父亲周氏亲氏的封号 我怎么敢劳你大将呢 这 不知母亲有何次将 你是长兄又继承了父位 现在镇国的数百里江山 都是你的庭院了 可是你的同胞兄弟呢 就只有贡城这么个屁大的地方 你不觉得心太狠了吗 依母亲之意 你不能把智义这地方也封给断吗 智义 智义是险要之地 先君一命不许芬芳 除智义之外任凭母亲挑选 我就知道你会用先君的一命 来赌我的嘴 也罢 那就把京城封给断吧 京城 你不答应 那就把断赶出国门 让他自谋生路去吧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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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生岂无手足之情 孩儿答应就是了 京城城州超过三百丈 有百志之雄 帝广民众 与我镇国的国都心正相等啊 怎么能封给断呢 先君有度 封地 大城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 中城不能超过五分之一 小城不能超过九分之一啊 如果把京城封给了断 岂不为了先君的制度 成了天出二日 民有二君哪 母亲有命 怎可不从 国君 子都也是为京城的事 是 那就不必说了 到了京城 要扩充士族车马 早做准备 一有机会 我会派人给你送信去的 日后 你要真能取代五生之类 我也死无余憾了 母亲 他也发出了 折充士族车马 可非一任之功啊 怎么 等不及了 不是 我是想 与其擴充 不如削弱 削弱 母亲 孩儿告诉我 母亲有事 我又替你弟弟求你来了 母亲有事 只管吩咐 你把京城封给了段 可是他手下没有士族车马 怎么守城啊 京城原有的兵马 都是些老弱残兵 依母亲之意 理应在调拨些兵马 帮助段束手京城 不知上需多少 兵车四百 上将一员 都城之中 兵车不满千盛 调出四百 都城便空虚了 怎么 你不答应了 物生难哪 那好 那我就搬出宫去 就当你 没我这个母亲 我想 母亲 母亲 沐山答应了 什么 那 那你还召臣来商议何事 翟大夫请留步 国君 你这是为何 翟大夫 巫省知道 因为我对段一让再让 国人多有议论 说我只顾私情不顾社稷 但我绝非如此之人 只是有些难言之隐 一时无法言明 还望翟大夫再帮我一次 国君 有话请讲 明日 明日 我虽调出兵车四百剩余段 还望翟大夫 连夜派人去请银骨疯人 银考书 前往率命 朕知道了 我这就去安排 夫人 是 女儿 广州在 可 可以 尽管 前往 词 最后 大夫 是 来做什么 母亲 孩儿已等不及了 我已经让刺了 我天哪 这怎么可以啊 儿啊 你要谋取的是他的位置 可不是他的性命啊 你 哎呀你 可 可是人已经去了 什么 我 母亲 谁 谁派你来的 是不是段 子都 不要问他 是 子都 放人 什么 你走吧 他可是来杀你的 你竟 地可以不地 凶不能不凶啊 此事不可生长 子都 谢谢你 告辞 谁 多行不义 必自毙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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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叔 拿特殼让国军抓住了 什么 下去吧 二儿 赶紧走吧 母亲 事情既然已经暴露了 哥哥他是不会原谅我的 我一定要起兵杀你 不 我天哪 怎么会闹成这种样子 母亲 我答应你 只要他的军卫 我要他的性命 可是母亲 你要帮我 要跟我通风报信 这可是你答应过我的 不 我不能答应 什么人 债主 怎么 债大夫也在这儿 我 我 我 自都 切莫怪罪国军 我错怪他 谁在他心里搞的什么鬼 以我看他心里没鬼 倒是郑国的强盛指日可待 郑国的强盛 指望一个不肯对陈下坦诚相见的国军 不不不不 此人是一代萧雄 眼下郑国正需要这样的国军 你想啊 段虽然无道 却没有明显的叛逆 还不明显 都拍刺客 可是刺客的事 又有几人知道呢 我们可以把这事声张出去 让天下的人都知道 你就是声张出去 只怕国人也未必相信 国军眼下如煞断 僵士必定阻挠 如此一来 国人倒会议论纷纷 不但说国军为凶不仁 而且会骂他对母不孝 你刚才只顾生气了 你没听他说的一句话了 说的什么话 多行不义 彼此彼 我猜 所以国军引而不发 一定是在等待时机 等到段 你恶贯满盈 国人切齿是在杀 是谁还在庭院里说话 哦 是债大 子都将军 你们二位来得正好 我正有事 要与你们商议 不知 国军有何事 紫族 紫族 他在 寡人五月初一要去洛阳面君辅政 多则半年少则一个月 你随我前去 是 紫族遵命 债大夫 在寡人去洛阳辅政期间 请你监国如何 是 债族遵命 那好 就请二位回去早些歇息吧 好 告辞 夜深了 请二位慢走啊 来谁 来 看见狼响暗处站的那个人了吗 是 带他走后 速去请债族子都大人回来一室 路上 不得让任何人看见 是 好好好 母亲 黑夜沉沉 你可要当心走后啊 您考书 母亲派人送来的密件中 不是说好五月初一 在城上插白旗为号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说 我哥哥他没去落 不好了 不好了 什么不好了 子多奉国局之命 趁我们来此 他率兵攻进了京都 把我们的老窝给断了 我们上当了 撤 由于贪食 钓者又之 人机择鱼 我择钓者 国局 段听说紫都占领了京城 军中大乱 已无心攻城 在城外安营炸弹 再去 教营考书 趁夜深之时 将段的全部兵马带走 只给他 留个半老弱 遵命 由于贪食 钓者又之 老者 你音诵的是什么 人机择鱼 我的钓者 听明白了吗 听是听明白了 可是你为什么偏偏要责备钓鱼的人呢 钓鱼这事 是锤钓的人对不起鱼呢 还是鱼对不起人呢 鱼要是不吃食耳 那钓鱼的人也无可奈何呀 那就不对了 在钓钓上装着鱼饵 去引诱鱼饵的 是锤钓的人 可是 谁也不去责备 那些引诱鱼饵上钓的人 却去责备贪贼的鱼饵 天下 有这样的道理吗 来人 召集中将准备夜袭新政 来人 来人 人大 快出来 怎么回事 人都上哪里去了 银考书把冰车都给带走了 什么 银考书说 他不忍心嫁害你 希望你到新政请罪 他要别拿着银掌 拿着银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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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 你们可以以一当十 以十当百 老了 手也手动了 打也打不了了 那就给我滚 滚 都给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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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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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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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古董的 近起京城之兵 是你 你敢说不是这样吗 如果不是子独抓住刺客 我早就命丧黄泉了 不 我没让他谋杀你 我只是 只是什么 你以为我是个废物 是不是 你看吧 你看吧 是谁为段通风报信 让他五月初一 攻打新政的 他 世上做母亲的 哪有像你这样 不能爱自己的孩子 可是你 从剩下我那天前 你就不喜欢 这究竟是为什么 究竟是为什么 武生 我 我 来人 把他送到营地 叫营考书看管 武生 我 你我今生今世 不到黄泉 绝不相见 押下去 不到黄泉 我们 绝不相见 你 你 没有 吩咐厨子彭阳 是 银号叔 你带来什么野位啊 过君 这野位就是毛头鹰啊 没听说过是毛头鹰的 这野位之中最该吃的就是毛头鹰 难道它的味道比蛰骨还要好 我说它最该吃可没说它最好吃 这种鸟幼小的时候 鸟妈妈不辞劳苦 为它补食 长大以后 它却反过来着食它的妈妈 难道天底下 还有比它更不孝的鸟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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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国君恕考书无礼 考书家中有老母 因为家贫 日间只能乌乱寻息 野味冲击 今日国君 赐了如此美味 让我饱餐一顿 可老母在家中尚未吃饭 考书我 实难下业 所以想带些回去 让老母也沾一沾 国君的恩惠 真是个孝子啊 老母有过来 是个孝子 因为你试试 我试试 你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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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试 小时候大人哄骗孩子的说法 我好像 隐隐约约听说 我生下来的时候 两只眼是睁着的 所以叫我无声 这也不对 那我就不明白了 误者 无也 忤逆之意呀 忤逆 当时 江氏夫人难产 婴儿出生寻常都是先出头 国君却是先出脚 把江氏夫人折腾得死去活来 国君是忤逆而生 所以取名叫悟生 大不吉利呀 说来 这正是江氏夫人偏腾断而不喜欢国君的原因 为什么你们不早说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了 没有一个人告诉我 没有一个人告诉我 父亲 爱儿错你 我 好好想说 我 意外 我觉得 Woman 有没有一个人 我要来 我 我要来 胡言 那 夫人放心 考书自有妙计 可且天前 这是什么地方 这就是黄泉之上 聪明地引考书 派人在黄土山下的碎洞里 挖了一道泉 明之曰黄泉 使郑庄公和母亲在泉边相认 总算给要强好胜的庄公 找到了一个既不失孝道 又不坏信诺的好办法 母亲 这就是后人所乐到的 黄泉任母的故事 不坏信不孝 请母亲赎罪 不 身后亲友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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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